爱情导师土磊给所有女人的几点宗告 太精辟了,值得一读 曾经爱一个人有多深 后来分手的时候心有多痛 所以说爱是一种心痛的感觉 伤害你最深的是曾经你最爱的人 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在爱情的拉锯战中 伤害最深的是女人 男人常常灰灰衣袖 一转身就走了 只有女人还在哭泣 因此女人总要懂得保护自己 学会离子 远离渣男,别赔了笑脸,赔了身体 一,男人就那么点小花糟 骗十岁的小姑娘用糖 骗二十岁的小姑娘用花 想骗三十岁的,那就只能用心了 其实女人总是那么幼子 当你被深爱过后 后来遇到新的男人 几句花言巧语又爱上了 其实真正爱你的男人不多 大多数都是走走过仓 真心爱你的男人 不是用嘴巴,是用行动 是舍得拿钱给你 是有时间陪伴你 是随时随地回复你的微信 是无话不说 是不会感觉你很烦躁 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 才觉悟 不可以在爱情来临的时候理自一点点 看着是不是有结果 如果只是感觉美好 但看不到希望 还是退避三色为好 二 女人呢 年轻的时候身边有暖男 她一般都不在乎 她们更喜欢那些能征服世界的男人 但她不知道那些能征服世界的男人 也想征服全世界的女人呢 女人恋爱也要门当户对 看看自己的家庭条件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要屈炎覆势 过于悬俗的爱情 会让你成为最卑微的人 后来你就是委屈的人 那些有气魄的男人 不是你一个爱 是一群女人爱 你只是多少分之一 如果她接受了你的爱 或者你接受了她的爱 不过是暂时的一种感情寄托 当更漂亮的女人出现 你就发现 她走的时候 连再见都没有说 三 恋爱的时候我是马 愿意陪你走天涯 结婚之后你是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既然大家都是马 相亲相爱走天涯 男人就是这样 哄着你团团转 那是希望和你好 是恋爱阶段 当你结婚了才发现 自己爱的男人 一堆一堆的缺点 然后你开始抱怨 开始埋怨 开始放弃 但是太晚了 一个女人嫁给了谁 就要鼓起勇气去接受缺点 去一切改变生活 而不是做花瓶 做一个怨妇 努力不是男人的专利 女人也可以努力 要不怎么说 一个成功男人后背 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四 女人该给你的都会给你 还没给你的等着 等待是一门学问 女人要学会等待 别以为自己年纪大一点点 就成了圣女 就将就一辈子 爱情就是 与其将就过日子 不如一个人 即便单身 也有孤傲的自由 当然 等爱的路上 别洒乎乎的等 要知道等是一门学问 当合适的人出现 就主动出击 当你觉得自身数字 不够高的时候 就读书 学会打扮自己 做一个有气质的女人 这样男人自然靠近你 五 作为女人 要么就踏踏实实的谈恋爱 再结婚 要么就高傲的单身 千万不要拿自己美好青春 去调教别人未来的老公 而且还那么认真 这一点很重要 女人要么嫁对人 要么一个人 高不成 低不就 后来大部分都离婚了 还有的人 苦苦煎熬 还有 女人千万别做小三小事 你要知道一个男人背叛妻子 和你爱上了 以后男人也会背着你 和另一个小五小六好上了 你的结局是凄惨的 因为她的财产给了前妻 她的爱给了新欢 做小三的人 做小四的人 不过是被男人一次一次赞有了 感觉是爱情 其实是滥情 六 女孩子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老实本分的男人 只有暂时没有机会做坏人的男人 女人永远不要相信男人的承诺 那玩意就像二八月的天气 没有定数 男人在穷的时候很老实 因为没钱 没有骄傲的资本 没有靠近很多女人的机会 男人有钱的时候不老实 哪怕老实的性格 也有不老实安分的心 只是有的男人懂得责任和压力 不会随随便便丢弃身边的人 男人在穷的时候不做坏事 并且贴着你 然后和你一起奋斗 但是有了钱就不一样了 就改变主意了 曾经爱你 一万个爱你的理由 后来分手 有一万个不爱你的理由 爱你为你找优点 不爱你为你找缺点 男人的谎言靠不住 多少人发誓 背叛爱情 天打雷劈 但是后来男人都没有天打雷劈 只有女人在抱怨 老天爷不长眼睛 七 你以为责任是什么 你以为责任就是终身相守 扔几个钱在家里 真正的责任是要在乎 所爱的人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感受 女人你要知道 一个有责任的男人 不是往家里丢几个凑钱 是想方设法 陪伴家人 是和你牵手同行 是在乎你的一切 是关心你的感觉 真正的爱是走进内心 不是表面的忽悠 不是伪装成爱你的样子 也不是管你吃吃喝喝 是管你的心情好不好 女人真心那个心 和你在一起的男人吧 因为心中有你 围着你转 关心你 牵挂你 女人要明白 提升自己才能锁住男人的心 不做花瓶的女人 做有理想的女人 可以帮助男人 观念时候 哪怕是男人离开了 也做独立的女人 要知道大切世界 谁离开了谁 地球同样转 女人爱惜自己 别轻易被占有了 爱是男人的行动 不是花言巧语 爱是一生真情 不是一死败毁的激情